那今天呢来给大家说一说杜鹃花怎么养 杜鹃花好看呀 但是花难养 很多话说老花叶啊 我看人家那个卖花的都说 真好养啊 全国各地都能种 它肯定是全国各地都能养 但是你要了解啊 它是怎么养 还是那句话 不论从不花呢 咱们从五个维度来给大家讲 第一呢 说是杜鹃花 第一是光照 光照呢 其实杜鹃花是比较的一种耐阴的植物 什么叫耐阴呢 就给你比方说 就为你扛不扛咒 你说我扛咒 对 你是属于那种扛重型的 但是你不喜欢挨肉 是吧 所以说呢 它是喜欢 它是那种耐阴型的 但是它不是喜欢绝对的那种阴面 有那种闪射光 有一些光照给它是最挂晒的 你像这个东西呢 在两广地区和福建地区都可以地灾 光照那么强 它是怎么能够扛得住的呢 空气湿度 咱们好多的兔宝也是 邯郸宣布 人家晒太阳 你也晒太阳 人家那边空气很坠 人家是在正常拿 你拿出来以后 你也强光暴晒 你那是烤伤的 你不是给烤干了吗 光照这一块呢 是可以见光 但是呢 空气湿度这一块 我提上来给大家说了 所以大家要了解 空气湿度一定要高 如果说空气湿度低于50的话呢 可能它就差那么跌跌意识了 这种花朵呀 也会开不开 尤其是这种花苞 你像我们棚里面养的话 也是空气湿度达不到的话呢 也会出现这种干苞的一个现象 这属于很正常 你像人家南方那边 还得用抽湿器呢 对吧 哎呀 这两个点你拿着住 浇水啊 杜鹃花呢 它本身这个根系呢 是这种毛细的一个根须 它的一个根须很细 你一不小心 它可能就积水烂根了 所以说大家用到的排土 一定要排水透气 就像咱们人穿鞋子是一个道理 还有袜子 你一定得排水透气 为啥 它是大汗脚 它老爱得脚气 动不动就烂了 明白了吗 哎呀 咱们也是一个道理 你像有很多的大臣 用纯露藻土 就用纯颗粒土去养的杜鹃 照样能长得好 为啥呀 是因为人家有时间 主要是透气 它有时间天天浇 您没有时间 这个花你得悠着点来 一定要考虑好这个事 再说一下 杜鹃不耐低温 不耐低温 重要的事情得说三遍 不耐低温 它怕冻 一般低于5度的时候 就面临生死挑战了 尽量的维持在15度以上 10度以下就开始落叶子 5度基本上就加喝吸去了 嘚哒哒老快了 所以说呢 花人们一定要记住了 你像什么比利时杜鹃 小桃红 硬桃红 这些大多是这样 好吧 这是说的一个大多 当然了 有个别的杜鹃 你像一个五彩杜鹃 像安库杜鹃 它就比较内涵 还有硬山红杜鹃 对吧 不能一个人论 咱们说的是这种大花型的 好看的这种杜鹃 好 再往下面捋 就是说用肥料了 杜鹃花这个呢 是典型的一个洗酸型的植物 你像在南方的雨水多 大多的时候 涂长的成为一个弱酸性 而咱们北方呢 碱性再一高 所以说呢 这是综合起来的来的 花友们在养护的时候呢 尽量的用雨水来浇花 南方的花友呢 你就放到室外 基本上不用管 对吧 如果说夏天很热的时候 你就放到大树底下 它也能长得很棒 因为空气湿度够 北方的花友呢 在养的时候啊 最好是空气湿度要给够 有话如果喷水 喷水的时候 花朵上面你喷得多 会导致花朵的早气 花苞啊 会掉啊 会烂什么样的 所以说喷水 不能解决空气湿度的问题 你可以心思心思这个事了 如果喜欢在室内养的 可以整加湿器给它 别的也没啥了 总体来说比较简单 肥料的话 用空用型的就行了 主要是拿捏一个酸碱度 如果说大家不知道 选什么肥料 也可以用繁肥水 好吧 喜欢豆浆的臭宝 也可以点击下方购物车去购买 给大家已经上架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请点个问题 视频下方留言 白了